主料,鸡腿一块,辅量,黄油二十五克,蒜拌两只,洋葱四分之一只,黑胡椒一勺,蚝油二勺,糖二分之一勺,准备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黑胡椒一勺,蚝油二勺,糖二分之一勺混合成黑胡椒之备用,蒜切蒜末,洋葱切洋葱碎,鸡腿去骨, 在鸡皮那一边轻轻划开几个小刀口,或者用牙签扎一些盐,以更入味,然后在鸡肉表面均匀涂上胡椒粉,酒和生抽酱油,腌三十分钟或者更长时间入味,平底锅倒入一些油,小火加热,油约六成热后,把鸡腿擦干水分后,将鸡皮朝下放入锅中,一面煎的绿维金黄后,翻过来以小火煎另外一面, 用筷子说一下,可以扎到鸡腿即说明煎熟,加入备用,黄油放入锅中,以小火加热融化,锅中倒入蒜末和洋葱末,以黄油慢慢煎香,把事先调好的黑胡椒汁倒入,将鸡腿也放入锅中,并倒入酒,以小火手指入味,中间将鸡腿撒几次,以别鸡腿入味均匀,带黑胡椒汁粘稠即可,烹饪技巧, 喜欢吃辣的朋友调量可以随自己口味调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